另外清水滴熱在大年初一將要重新開園 不過春節期間將實施總量管制 依照停車容量250輛進行管制 並會收取停車費 小客車為50元也請鄉親注意 清水滴熱公園整修之後 大年初一將重新開園 並且在春節期間2月8號起到14號 實施遊客的總量管制 根據縣政府工商旅遊處表示 清水滴熱公園規劃有停車長兩處 約可停放250輛的小客車 最高可同時容納1200人油氣使用 一旦園區的停車場客滿 即實施依出源車輛速管制 放行入園的車輛速 我們低熱的風景區 也會在8號就開始起用 所以基本上還是過去的幾個熱區 可能我們工商旅遊處的相關的停車場 大概都跟阿芬局這邊有做過協調 另外依據宜蘭縣風景油氣區經營管理自治條例規定 清水滴熱公園的停車場自2月8號起收取停車場清潔維護費 採計次方式來收費 收費時間為上午的8點到下午5點 收費標準小客車為50元 機車為20元 出示身心障礙手測者 及其所搭乘的交通工具則是免收 但營業車輛除外 伊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